大家好 大鱼塘这里已经清完了 水都已经很满了 看一下水非常的清澈了 那是因为没有鱼在下面了 所以那么清澈 但是我家的小鱼塘 今天跑过来看了一下 你看这个水少了非常多 原因就是这边 放大鱼塘水的时候 把这里冲开了 冲开了之后 那里一个小坝冲掉了 所以小鱼塘没有水啊 我们过去看看情况 小鱼塘那里也有60多条草鱼啊 去年这个时候放了 放了有一年了 如果那点水的话 肯定会缺氧的啊 导致死鱼 赶紧去处理一下吧 看这个水都非常浑浑了 你看这些鱼啊 在下面 这样肯定受不了啊 因为这个鱼塘也有点漏水啊 去年也在这里堵过 你看这个袋子都在这里啊 看那边的水位线啊 都少了一大半啊 那个鱼在下面一直乱窜 搞得泥浆翻起来 不行不行 得去堵一下 哎 这边有一个什么 白色的 过去 哇 这样不行啊 死了一条鱼啊 看 一条鲤鱼 太可惜了 肯定是这个水啊 这样很浑浊啊 这个鱼 鲤鱼都死了 说明这里 这个水真的不行啊 赶紧弄一下吧 哎 捞起来 看样子 还是 死了蛮久啊 是鲫鱼还是鲤鱼啊 好像是鲫鱼吧 不管它了 先去堵水啊 这边用石头 还有油纸袋 弄 弄好了 这里这个铁网 还会漏啊 把这个油纸袋 牵上来就好了 哎呀 这边真的死了好多小鱼 你看 太可惜了啊 这样就可以了啊 看那里开始进水了 入水了 搞定了啊 可以 入水进来了 还好发现的枣啊 如果再过两天再发现的话 一汤都干掉了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回家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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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